主料,玉米一颗,莲藕200克,红豆150克,辅量,红糖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一到两小时,红豆洗干净用冷水浸泡两个小时,玉米,莲藕洗干净,红豆连同浸泡红豆的水,放入电饭包内打,加足量水,盖上盖通电包,包好玉米粒,40分钟后,玉米粒放入电饭包, 盖上盖继续包,莲藕切成丁,另起煮锅,莲藕入锅煮熟,包着红豆软烂,玉米熟,加适量红糖,断电,煮好的玉米红豆汤盛入买中,再盛入煮好的莲藕烧加搅拌即可享用,烹饪技巧,红豆提前浸泡,既可以使红豆熟得快,也可以煮出傻傻的口感,莲藕令起锅煮,食用时,红白分明的颜色, 让时刻更有食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